我们以为的从太空凝望地球是人类最美的瞬间 但许多宇航员却感到了刺骨的恐惧 他们看见了什么 又为何对真相集体沉默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足以颠覆你世界观的秘密 大家好 我们从小看到的宇航员形象都是英雄 他们勇敢冷静富有探索精神 他们从太空传回的照片 那颗蓝色星球宁静壮丽如同天堂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能亲眼看到这一幕一定是种无与伦比的幸福 但真相可能恰恰相反 那种体验除了带来敬畏 更可能带来一种深刻的无法言说的恐惧 这种现象有一个名字叫做总观效应 总观效应是一种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望地球时 所产生的认知转变 听起来很学术 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第一次从万米高空俯瞰你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 你熟悉的街道建筑都变成了微缩模型 一种奇特的疏离感会油然而生 现在请把这种感觉放大一万倍 你看到的不再是一座城市 而是我们整个文明全部的历史 所有人的悲欢离合都浓缩在眼前这颗 悬浮于无尽黑暗中的脆弱玻璃球上 恐惧的第一层来源是孤独 在地球上我们从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我们有家人有社会有整个生态圈 但当你离开地球进入太空 你的参照系瞬间被改变了 你眼前的地球是宇宙中唯一有生命的色彩 蓝色的大洋 白色的云层 绿色的大陆 它是温暖的活着的 然而当你转过头看向窗外的另一边 那里是无穷无尽的 纯粹的黑暗 没有声音 没有温度 没有生命 是一种永恒的绝对的虚无 在那一刻你会清晰地意识到 人类文明不是宇宙的主角 我们甚至不是一个重要的配角 我们只是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森林里 一个偶然亮起随时可能熄灭的微弱火花 地球就是我们这堆火花唯一的载体 它是一艘孤独的方舟 承载着我们的一切 而方舟之外是吞噬一切的冰冷的海洋 这种被整个宇宙抛弃的终极孤独感 是任何地球上的体验都无法比拟的 恐惧的第二层来源是脆弱 在地面上 我们头顶的天空看起来那么高远 那么坚实 大气层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保护伞 但在太空中 这个保护伞的真相会让你心惊胆战 你会亲眼看到 那层保护了地球几十亿年生命的大气层 只是一层比洋葱皮还要薄的 发出淡蓝色微光的薄膜 它脆弱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破碎 就是这层薄膜 为我们挡住了致命的宇宙射线 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呼吸的氧气 维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温度 人类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成就 所有的爱恨情仇 都发生在这层脆弱的薄膜之下 一旦它消失 地球上的一切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 你会第一次真正理解 我们的存在是多么幸运 有多么岌岌可危 这种对末日随时可能降临的直观感受 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冲击 恐惧的第三层也是最深的一层 它来自意义的瞬间崩塌 当宇航员在轨道上 以九十分钟一圈的速度环绕地球 他们会看到白昼与黑夜在眼前飞速交替 他们会看到国与国之间的界限 在太空中完全消失不见 他们能轻易地看到 亚马逊雨林的火光和中东地区的战火 从那个高度俯瞰 人类为了土地 为了信仰 为了资源 而发动的残酷战争 显得那么渺小 荒谬和可悲 一位宇航员曾回忆说 他在太空中 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边界线 在夜晚 那条线上灯火通明 清晰可见 那是两国为了防范彼此 而设置的无数探照灯 然而 就在这条人为的 充满敌意的光带旁边 是壮丽的 横跨整个大陆的 璀璨的银河 在那一刻 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 人类把自己的智慧 用在了彼此分隔 和仇恨上 却忽略了 我们共享着同一个家园 面对着同一个浩瀚的宇宙 这种上帝视角 会彻底摧毁一个人 原有的价值观 你从小被教育的一切 你的国家认同 你的个人追求 你的日常烦恼 在那个瞬间 都可能变得毫无意义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顿悟 但它更像是一种 精神上的失重 你赖以立足的一切 都被抽走了 你会陷入一种可怕的迷茫 如果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那我又是谁 我该如何回到 那个充满纷争的地球 继续扮演我的角色 这种存在主义危机 才是总观效应最核心的 也是最恐怖的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这种体验如此震撼 为什么宇航员们回到地球后 却很少公开谈论 这种恐惧和迷茫呢 他们总是把激动人心 终生难忘挂在嘴边 这背后有两个核心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英雄的身份枷锁 宇航员是被当作 人类最杰出的代表来宣拔的 他们必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和绝对稳定的心理素质 这是他们的标准配置 如果在公开场合 一个宇航员说 他在太空中感到了恐惧 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怀疑 甚至体验到了 类似神秘主义的宗教感 这在外界看来 很可能不是一种哲学思辨 而是一种心理出现问题的信号 他可能会被认为 不再适合执行下一次任务 他的职业生涯 甚至可能因此终结 为了维护那个完美的英雄形象 为了不让耗费巨资的 航天项目被公众的担忧所影响 他们选择了用一些标准化的 积极的词汇 来包装自己的真实感受 第二个原因 更加无奈 那就是语言的尽头 有些体验是无法被言说的 就像你无法像一个天生的盲人 描述什么是红色 宇航员所经历的那种 世界观瞬间坍塌又重建的过程 是一种极其个人化 极其深刻的接近神秘体验的感受 他超越了我们日常语言的表达范畴 任何试图描述他的努力 都可能会显得词不达意 甚至荒唐可笑 一位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曾说 当他回到地球 朋友们问他 在月球上是什么感觉 他只能回答说 那里很美 但他心里知道 这两个字 连他真实感受的一万分之一都不到 面对这种无法沟通的鸿沟 沉默 或者使用一些模糊的 比如改变一生这样的词汇 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他们不是在隐瞒 而是真的说不出来 所以当宇航员们回到地球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变了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飞行员或科学家 他们成了环境保护的坚定倡导者 成了呼吁世界和平的人道主义者 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 我们的家园是多么的孤独和脆弱 也亲眼看到了 人类的纷争是多么的荒诞 那种从太空带回来的恐惧 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 他们成了地球的守护者 他们无法对我们说出真相的全部 因为那个真相过于沉重 它需要你亲身去体会那种万来俱计的孤独 那种薄如禅意的脆弱 以及那种所有意义都被悬置的绝对的虚无 他们选择了承担这份孤独的认知 然后用余生去弥合他们在太空所见 和地球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 他们是真正的信誓带回来的 不是外星人的消息 而是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一个不好听 但却必须被听到的警示 好了朋友们 世界就像一本厚重的书 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其中一页 感谢收看 如果你也享受这种探索的乐趣 请用点赞订阅和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支持是我翻开下一页的勇气 我们下个谜题再见